KD2600搭配GH5 為了讓手機下載 所以選擇了FHD30P MP4 這個格式可以讓手機順利下載編修剪接 KD2600呢 擁有省力裝置 也有第五軸的開發 到時候會一一為大家公佈 現在還在工程機階段 預計還要一到兩週的時間 把破水平 還有其他的完整功能 全部建立起來 期待的第五軸也即將發生 而且超便宜的唷 GH5 搭載了2.0版本之後 擁有龐大豐富的錄影格式 最大來到400Mbps 你拍微電影 要做MV 還有廣告 都有充足高規格的格式讓你使用 這些格式呢 會帶給各位呢 猛猛厲害的細節表現 也讓你在LOG的作業下呢 能夠有更大寬容度的調整 光與色 自由揮灑 還有呢 它其他很多強大的地方 改善了對焦的速度 還有其他細節 我們在日後慢慢一一測試 給大家 敬請關注 整個形態就是 右邊是 GH5的控制 GH5的錄影控制 還有格式控制 各方面都在大孟子這邊完成 左邊將來呢 會搭載一個遙控器 讓你可以在左邊 進行遙控的動作 呃 如此這般 便利 打氣 省力 吐八豆就行了 吐八豆就行了 沒有八豆也有皮帶 好不好 好 繼續 呃 KD2600呢 打逆光 搭配GH5呢 可以翻螢幕 也可以左字馬達 右字馬達 各種機型的左右開工 都做得非常的好 GH5在逆光的時候注意 用突出陰影的部分 將highlight的部分 往下拉覆五 黑的部分 白天不建議往上加 除非零有必要 要不然會拍得太過於平淡 呃 這樣的這個高動態對比呢 在作業起來呢 可以保留更多的細節 呃 重點喔 不要使用過度 因為畫面 細節 亮部跟暗部呢 沒有很明顯很重的黑色 會造成一個現象 就是畫面會太過於平 沒有主題的現象 呃 鬆下的GH5對焦呢 沒有話說 經過2.0之後呢 已經讓我 大大提升它的滿意 到了一個 完完全全可以接受的地步 很喜歡它的對焦 你只要利用它的中心點對焦 去標定你的目標物 很精準的可以完成 KD 2600搭配GH5 在實施低角度拍攝移動的時候呢 依然可以創造穩穩蒙蒙的一個效果 呃 也就是說了齁 上下浮放的問題 可以透過我們的這個指導跟教學 讓你上下浮放的問題獲得明顯的改善才解決 呃 好夠意思 希望大家到怪機師來體驗GH5及KD 2600 一年保固 七天 建賞 現場完修 怪機師提供滿滿的服務給大家 謝謝你們的觀賞 謝謝 謝謝 謝謝